话题是,我希望输出结果,帮我长这样子 我们先不要看答案 输出结果就是1.1 1.2,一直到2.0 而且是每输出一个 就要print 所以你要看 它的基本上一定出时一定会有1 然后后面的话一定就是加上0.1 每跑一个就一个0.1出现 然后你要每一次的回圈就输出 所以这个回圈的方式 可能跟刚刚那个加总有点不太一样 加总是最后算完累加再丢 那这个应该是每跑一次就丢一个 每跑一次就丢 所以你特别说 print的位置就很重要 你不能放在外面 你要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跟放外面看得懂吗? 里面的话一定是在这个阶层 有没有?这个阶层里面 fold的里面的话 它一定会有个tab 表示是在fold回圈里面 所以刚刚那个if逻辑也是一样 它的下一阶 也是它的tab里面 那如果是在它里面的话 就是那个回圈里面的所谓的区域 那那个区域的话 我们刚刚有提到 只要是它里面的变数呢 存取的范围就只能在这个里面 才能存取 所以如果你要让外面能够存取的话 我刚刚有提过 一定要多增加一个全域变数 才能够被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你要print function用的话 你才能够存取得到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做出 就是刚刚这样子1.1到2.0的结果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一个99乘法表 那这个99乘法表的话 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它的结果呢 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 它能够长这样子 那它最大的这个特征是这样 Ctrl-OK 把它缩小一点点 基本上的话 我们前面这个数字 它变成说 每一列 就是根据它 那后面这个数字的话呢 基本上 就是它的蓝 所以这个是 横向的是列 然后呢 纵向的是蓝 第一列 输出完 输出完之后 换行 换下一个 在这里特别说 这边可能要需要 除了要一个变数之外 你可能还要第二个变数 那第二个变数就需要第二个回圈 所以第一个回圈就是 for i in range 也许1到9的话 那就1 0.10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J for j in range 也是1 0.10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输出 输出的话呢 我这边有几个规则 第一个就是中间的 你加上乘号 我用X大写来代替 串一个等号 并且把两个I追相乘的结果 最后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TAB TAB的话就反斜线T 用拖曳字圆 你要用什么方式可以 一个一个输出 照我的规则 然后呢 最后可以把这个 就是什么 顺便 顺利的把它输出 看到最后的结果 OK 想想看 如果可以自己想出来 就最好了 方法的话呢 最后写完 发现呢 还是用format方法 如果你会用format 来格式化 这个就是输出 会是最简单的 而且简单到 你就有点 这个 看到 其实怎么会这么简单 没几行 就可以把这个 就是顺利输出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两题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这两题 怎么做 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的话 第一个一定是写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总共会跑十次 所以你就range 1到10 那中间没有跳 所以step不用 你不用没事 就do.1 因为这个do.1 等于是有写跟没写一样 那我的习惯是 如果可以不写 那就不要写 不然多写的没有 实质的帮助 那再来的话 我要输出什么 输出一个字串 也许我给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 这个变数的话 它 不 直接print也可以 直接print print print什么呢 至少里面的话 会有个1 所以呢 我就是输出一个什么1 加上什么呢 加上 那个 每一次是0.1 所以呢 我 那个i的词 i 乘上 0.1 这样子 有没有 所以它第一次一定会输出 1 刚好1 1 对1.1 然后第二次 因为i等于2 变成1.2 一直输出 到2.0 刚好停下来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所以直接执行看一下 ok 看到了 ok 那输出结果之后的话 我们发现 基本上 应该是符合我们要的 不过1.7 这边后面又多一些东西 那怎么办 基本上 当然它有特殊原因 不过为什么 你们可以再查一下 如果我们再时间不用管 为什么 我们干脆就取到小数点 如果说我只要小数点第一位的话 那当然几种方法 你不外乎就用什么 用format 就是什么 大瓜糊 然后呢 冒号.ef 就好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用run的函数 你直接用run的跟那个 Excel里面的run的一模一样 VBA也是一样 所以 round 前刮符 那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在最后面 资料给它之后的话 然后你后面加一个d0.1 ok 然后再加一个后刮符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取到里面的词的小数点第一位 就ok了 而且我们用run的 run的ok了 好 这个是第一题 那特别注意 我printer 记得一定要把它放到里面 它只要一次 它就跑一次输出 只是跑一次 就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printer 位置跟刚刚不一样 刚刚是放外面 最后帮我累加完 再一次输出 所以特别注意 放里面跟放外面 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了解要熟悉 那第二个的话 那我要输出99乘8表 当然我建议一个module99乘8表 那把它输出 不过我特别注意 像这种99乘8表 如果你 会有两个回圈 那两个回圈 可能你功力还不够的话 我建议 你可以先输出一个 再串第二个 ok 一个成功之后 再做第二个 比较 不会 不容易失败 那所以怎么做 我的习惯是 我先也先不要那么大 我先只要输出第一列 成功之后的话 我再去串其他的 可能比较不容易失败 那所以呢 我们不要那么 我们干脆就是先输出第一 第一列 1乘1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都是 1乘上多少 然后后面会变得只有这个值 1 2 一直到9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假设 我这边先print 先把它拿掉 ok 我先一个i i的词里面的话 它假设我只有第一列 会变的部分的话 就是print 假设我一样print print什么东西呢 前面都一样的 我就把它当字串 1乘上 后面的话呢 就是串什么 串上一个会变的 那我先转型 string 把它加上一个什么i 记得把它串 串在一起 加号 放后面 然后后面串一个什么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等于 然后呢 后面再串一个什么呢 串一个 两个相成的结果 一样先转型 string 然后把什么呢 把那个1乘上 后面的那个i 然后帮我把它输出 输出完之后呢 后面还要一个tab 所以这边的话呢 再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那个 拖曳资源里面反斜线t 这个反斜线t 就是tab ok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那这样的话 我输出看看 结果不ok 输出 有了 但是问题来了 啊 本来应该是全部串在一起 不过他这边后面有tab 但是会多一个换行 怎么办呢 把那个换行拿掉 还记得吧 逗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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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换行 变成没有东西 诶 这样子 有没有 ok 然后把它执行看一下 嗯 执行 有 有没有 第一个ok了 诶 第一个ok之后的话 那你后面 就知道 加第二个回圈 有没有 第一个ok了 第二个再加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 你一次要两个的话 哇 太困难了 所以有的时候回圈 如果两个的话 我建议你先处理好第一个 再处理第二个 如果还有第三个的话 你再来处理 所以没有人已经那么厉害 一次把好几个回圈都搞定了 通常是先搞定一个 再换下一个 再换下一个 所以第一个ok了 对 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怎么加 再来就是要把什么 把这个词 有没有 1 要变成i 变成j 如果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回圈的话 通常一定会加到它的下一阶 下一阶怎么加 enter之后的话 先把这个 我的习惯是复制过来 按住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j 名称不能一样 ok 所以一个i 一个j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请你把第三行按一个tab键 因为它又变成在它的在下一阶 那特别注意 这个tab你也不能打错 你不能说同一阶 同一阶也不行 特别注意 这个阶层在python里面非常重要 你打错也是错 而且要知道说它下一阶 会变成它的就是区域变数 这个概念要有 不然的话 容易有bug 好 再来的话做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改一下 前面这个值干脆叫i 好了 所以特别注意的话 我就把这个delete掉 然后呢 把这边这个复制到前面去 意思就是 第一个是string的i 后面这个值叫j 好了 我把它改一下 刚本来是i 就是1乘上1 等于 最后是i乘上j 两个相乘结果 所以i跟j相乘 好 这样的话呢 最后一样把它换行拿掉 然后一样帮我串在后面 执行看看 这个时候呢 1乘1等于1到9 2乘 2有了 3也有了 可是问题来了 它全部都串利息 为什么 因为我把每一个的换行 全部拿掉 但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说可以让它折行 可是折行的时机 是当我怎么样 我这个for回圈 里面这个for回圈 跑完之后 就帮我加一个换行 那最简单的方法是 我就在这个for回圈的同一阶 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printer就好了 printer 实际上它就是输出一个换行 这样就OK 有没有 记得那个阶层 你不能放里面 如果你放里面 它变成 又一直换行 所以记得是在 当这个回圈跑完一次之后 加一个换行 OK 所以记得这个阶层 这个位置要对 OK 好 这样的话 理论上 应该就完成了 我们来试一下 这应该 Ctrl-渐 把它缩小一点点 再执行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了 有没有 有成功吗 有成功了 OK 好 应该有问题吧 应该看得懂 意思 所以有时候 放回圈 真的不要一次就从头写完 那你有的同学 直接照我那个打 打完也没意思 下一次叫你不要看着 你会打得出来 你也打不出来 所以有东西就是 我的习惯是先跑一个回圈 一个回圈 OK 看到了 你再往下一个回圈 如果还有回圈 然后就再下一个下一个回圈 这样才有办法把程式写得复杂 而且又能够理解那个意思 可是问题跟各位讲 这种写法 写完之后虽然OK 但是还是不够精简 如果你要更精简的话 请你把它用Format 取代掉就好了 如果用Format来写 这边可以写得更简单 OK 要怎么写 请各位先写完这个 我们待会再来看 用Format改一下 看看怎么改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九十八表 未来其实还蛮多地方可以用 尤其像我们有时候 要处理那个什么 处理一些表格的东西 尤其像表格 然后要结合那个像 网页 网页上面又有个Table Table的话 你可能还要丢一些Table Tag 然后又要丢那个TR 丢TD 那如果说你对这种 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未来你可能就是要丢一个 丢一个东西输出到网页上的话 可能就出问题 或者是说你要丢一些资料到资料库里面去的话 因为资料库的结构也是蓝跟列的概念 所以通常也会需要两个回圈 所以如果你不懂得熟悉这种两个回圈的这种叙述的话 那将来可能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你可能也写不出你要写的结果 所以基本上这种两个回圈的这种叙述 其实在工作上还蛮常遇到的 OK 尤其是像什么那种表格 蓝跟列 I我把它当成列 横向的 然后 所以我把它当成蓝 纵向的 那蓝列的话就可以构成一个范围 OK 如果说你要用VBA来写一模一样的 其实也差不多 如果你把它改写 假设我今天希望 在那个 Excel里面输出 也是一样 不过Excel的好处是 它本身就有表格 那我只要指定哪一个出存格 我要输出什么样的字串 一样可以输出那个结果 好啊 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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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